从公公那块回来 现在又要去婆婆的妈妈那里 我的妈呀 刚才去的是公公的爸爸妈妈那里 现在去婆婆的爸爸妈妈那里 然后这个的话路程比较远 得多拿点吃的 得三个小时吗 得三个小时 这家伙的 好像每年也没这么忙 这家伙今年忙得够呛 看看这一顿全吃了 黄瓜 樱桃 橘子 苹果 瓜子 三 灰色 没啥吃了 就是这水果必须得吃 不吃的话不行 得多准备一点 对啊 坐火车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以前几个小时 都得整好多零食 知道吧 在车上一顿吃 这你开自己车 更得得吃 我给你收拾 我刚才给你收拾没收拾 真是的 每次都是我给你收拾的 妈还赖我 从白天走到了晚上 还有三十分钟呢 找一个超市去买点东西吧 他开了一路 我吃了一路 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吃了 给他吃的都心烦一乱的 磕了一头瓜子 黄瓜 橘子的 哎呦 天呐 我们到了 然后这个小饭店也没啥吃的 没有什么 那你过来 你过来 就是这些小菜 然后那边是舅舅和舅妈 舅妈也是网络红人 这是野菜饭 看我儿子非常稀奇的 没吃过吧 野菜饭 然后放酱油一半 我们来到了大农村 吃晚饭了 现在都八点多了 然后里边没有那个停车的地方 我们也停在大道上 这是婆婆的弟弟家 我常过也得常过也得去 哈那儿现在它漂亮 这天上星星可多了 在手里都看不到 妈呀 这大有烟花味呢 还有烟花味呢 这大狼狗还欢欢叫你 哎呦妈呀 这大虎同子里边 我的天哪 我们是怀老大的时候 是怀老大时候来见他们吗 妈呀 这啥勤勤 你说六年 六年见一次面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大部队 哎呦妈呀 尝尝 哇 哇 这院子 什么都有 我的妈呀 哇哇哇 你看这小房多温馨 我的妈呀 艺术感的小房间 嗯 伯伯给舅妈拿的那个巷子粉 啊这边 哇 是床 哈哈哈 拿了鸡 哦 哦 没事 这个 鸡蛋 哈哈哈 给舅妈拿了鞋什么的 擅长 这个 给舅妈拿了鞋 然后舅妈 lleva 特别舒服 这是百货店的鞋 叔叔他们都是没有头发的 他也是时尚大人 我的妈呀 买了这么多 看看 人家没有孩子 也没有玩具 好人找了小汽车 这是农村的小房子 看看 还挺有艺术感的 妈呀 这幸好是没有楼上楼下敲吧 这买了好多呀 水果什么的 我们来的时候着急来 临时决定来的 然后也没买水果啥来 我老公说走的时候给钱得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小屋里睡觉了 哎呀好温馨呀 看看 这是那个舅妈的 瑜伽球 他俩玩乐水 哎呦天呐 哎呦天呐 你俩轻点啊 然后他们要在外边 打牌 我要向他们哄睡 快 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了 好